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这吧 我们进去看一下 就直接,哪有人直接跑到人家直播间来观赞我的 不是呀 谁说,那我们就看6B了 6B打红蝶,好看 团长的话,我们后面再看吧 他估计打得很精彩 还发个发怒的表情 哪有人这么脸皮厚的跑到别人直播间来看我 你可是顶级图黄呀 你得端着呀 上来这边抓先知 哇,这局 这个阵容我觉得穷者很强啊 这个阵容很强的 这个阵容先知救下来 接手保一手 先知吸出个鸟 红蝶就不好打 这边先知回头 好的,漂亮 前期先知如果说再靠着自己的一个优质的先知 把这个时间拉出来的话 当然红蝶这边15秒以后闪现好了 这个鸟可能要顶 顶鸟 继续吸 吸一波以后 拉走 这波要倒了 要倒了 这波闪现没有交 击球手已经就位 来 一棍子打开 板子拍掉 确保自己先 能够保证一个满血 红蝶这里怎么说呢 他这个位置 其实 接手不太好发挥 因为有一个非常大的建筑卡着这边的 那这里的话 接手先修机子 然后的话看下一波 下一波的话 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个开黑啊 所以说 先知这边可能比较难配合这个击球手 还得看 揪手自己 这里 救人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落地双刀 要落地闪现刀 直接捞 捞下来一刀打中先知 还想追刀 追了一个记者 倒到一个阿尔街 这一波 反正我觉得 球者这边是可以接受的 又一刀一刀为代价嘛 这个时候就看揪手了 因为这局 机球手可发挥的空间是很大的 我刚刚就给他说过了 这里的话 倒的位置 倒在大空地也可以 然后这边有交互点 飞 一笨 那揪手 这边的话 球给他踩了 对 红蝶这边其实也挺稳的 把你球踩了 你总共三颗球 我已经踩了两颗 你还剩一颗 独木 难知啊 给力 这个红蝶是哪路神仙 怎么这么猛 这是谁的部将 以前怎么没有听过这号人物啊 这波 通过 对吧 机球手想救人的心 反而去追了一个震慑出来 记者这边赶过来救人 作曲家也吸引过来了 那这边的话 穷者两路救人 两路救人 对于穷者来讲 他们就崩了 他们现在密码机手完全不够的 机球手这边救下来以后是个半血 上过挂的 他就不太敢再 非常冒劲的打 你说要打嘛 我觉得 也是可以啊 先是打 吸出了一只鸟 那这边板子破掉 再等 打得非常的混乱 打得非常的混乱 这种混乱的极面 对于求生者来讲 是很难去打回来的 因为现在他们差了多少呢 差了三台机子 对吧 我们不看遗产机 就这三台机子 现在只有两个人在修 怎么地 你机球手打得再好 你只有一颗球 我红蝶再击倒你 就是挂飞 先知 我二挂你机球手 你还敢过来 哎 漂亮的一波飞 那把你球踩了 可以 稳稳地挂飞 然后来算密码机 球者的话 机子这边还差一个 30%的遗产 外面三个人 全是残血 如果说能够形成 击倒上挂 还是红蝶 保命真正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种崩盘的情况下 顶峰分段的求生者 他们的一个 扛压 他们的一个韧性 包括先知那波 吸出一只鸟 那波鸟如果没吸出来 先知倒地 当时场上三个人 全是半血 这个机球手 又是一个上过挂的 现在选择追 这个机球手 不控场的话 穷者这边 打三人开门战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记者这边的话 摸机子 作曲家 主要不知道 这边有台遗产机 如果知道的话 这边机子 应该已经修掉了 这边机球手倒地 记者这边 过来准备救人 然后作曲家 过来补机子 还行吧 还行吧 没有地压室 这个局还有的打 刚刚没有留意 这边记者 有没有用掉 他那个救人的那个娃 他如果用人的那个娃 用掉的话 救人的那个娃 用掉的话呢 这波救人 稍微有点难 然后红蝶这边 如果底牌切船 去封那边密码机的话 赢了 传送就赢了 传送赢了 不传的话呢 宝瓶真身 打个震射 人救下来 其实传送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但是因为我们是上帝 是脚 知道那台密码机的 一个进度 差了没多少的 那这样的话 这边记者还能 哎呦 交闪 密码机点亮 记者这边离门也不远 这波闪现交了 来 绑一人皇 在这种局面下 他的扛压能力 有多强 我跟你们说 30秒之内不会倒 30秒之 我当时是觉得 他有爆发 这个交互呢 会非常的快 所以说 即便是红蝶飞过来 你正常人 红蝶这波飞一刀 肯定是带走了 但是 因为这边有地窖 所以我本来想说的是 这边如果有爆发 起爆发 卡板子玩一玩 还是说不定还有跳地窖的机会